大角现身 警狱民众别乱开火 本周在北卡州迈克道尔郡 疑似发生大角现身事件 引起美国各地的神秘动物学家 和否定者的注意 此事也让警方警告民众 千万别朝可疑的生物开枪 以免误伤了他们预期以外的生命 8月4日 自称大角911的业余调查团 正四处巡视 而其中一名成员突然看到 全身腹满毛发的双足动物 John Brunner宣称 那个生物跑进树林深处 因此他立刻追了上去 还在一棵断树前看到他的身影 Brunner说有那么一时半刻 双方还对峙了一下 回想起来 他说他的脸很黑 没有毛 其他部位则都是毛茸茸的 这个传说中的野兽 接着再次消失在树林中 但Brunner永远不会忘记 他的臀部肌肉 随着步伐伸缩的景象 不幸的是 他并没有在这次罕见到 极点的接触中留下影像 因为他跟他的同伴 当下都没有相机 太不可思议了 无论如何 南卡州格林威尔一带的警方 正提醒当地民众 由于至今没有人 能为这种高大 毛茸茸的生物 提出铁证 朝任何嫌犯开火 可能会商级喜欢玩乐 没有恶意 在大猩猩戏服里流汗的人 同时 36岁来自明尼苏达州的 McGregor则宣称 他就是那些大脚猎人 当晚遇到的人 McGregor说 自己当时在树林里 穿着碗熊皮做成的大衣 进行萨满教仪式 希望能再次见到这种生物 也就是说 他以前曾经看过 大脚族群里 真的有些很有趣的人啊